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好 欢迎收看北京卫视正在为您播出的暖暖的味道 我是主持人宗明 今天我们又请来了你们的老朋友 好真姜 好大厨 欢迎好大厨 大家好 我是最会做川菜的北京大厨好真姜 今天来连线的这位嘉宾 他有一双魔法般的双手 只要经过他改造所有东西都会变美 按说也跟您算投行了 是吧 确实我们都是有这个神奇的功效 没错 他到底什么身份 什么职业呢 咱们连线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一横 是美妆造型师 化妆师 我真的觉得很羡慕 家里有一个化妆师 你女朋友 自己都不用出去花钱了 每天都可以坐在那儿等着 就变美了 你说女朋友 其实我现在还是一个大龄的单身男青年 哪胡不开心了 我扎心了 太扎心了 对 我的父母真的是特别为我担心了 就觉得你这么大了还没有对象 你看邻居家的那个孩子都多大了 我也着急 着急不是问题 所以我就在想了 说钱把自己这个嘴扶上 扶上之后有的温把 再去寻找下一步这个女朋友的事 我觉得这样父母来说可能会 心理上会稍微满足一点 这简直是一举三则 你今天来到哪里的 首先让父母不担心了 第二点 你来了这之后学了技能 以后给女朋友做饭 你这魅力斗增啊 关键是什么 有时候神奇的少 不单能做美妆 还能做美食 你说这不是太厉害了吗 我发现第三点 说不定电视机前就有单身的 女青年也在看着电视 在这在线征婚一下 那今天有什么要求吗 在美食上 第一就是快手类 第二点就是肉类 因为我喜欢吃肉 第三点就是 跟平常那些炖肘类 有点区别 有点风味的 有点特色 那今天咱就满足一行的需求 咱来到硬菜怎么样 特色排骨 稍等啊 这排骨可不是一时半会儿 我说快手菜就能做的 今儿咱有法宝 公欲利其事 必先利其计 对 没错 没错 那排骨的做法有很多 您这特色到底特色在哪儿呢 一般炖排骨或者炖腔骨 炖完了您就直接吃了 那对啊 今儿咱再加一个步骤 加的这个步骤 就是给它进一步的增香 皮味 熏 这熏自己在家还能学 只要您预备三种食材 在家里边 您也能做出这个特色的 熏味排骨 这个熏制方法 你真不会 我也得好好学 大家一块儿学啊 您好 来 来 健康美味新时尚 暖粉都吃甜莫上 本节目由食养新主张品牌 甜莫上赞助播出 今天我预备的是枪骨 那我们正常啊 买回来的无论是枪骨 还是排骨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用凉水 浸泡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 泡的时候呢 里边加一些盐 这样呢可以利于 它这个血水的释出 然后就是冷水下锅超烫 里边加一点料酒 那这边呢预备一些配料 葱姜有吗 家里 葱姜 对 然后配一些香料 正常你看我们炖猪肉的时候啊 两颗八角 一块桂皮 然后呢再来上两片的香叶 另外呢这个草果 在家里用的时候切记切记啊 千万别直接放到这个锅中去炖煮 草果的正确方法要给它破壁 把里边的籽去掉 就是普通的我们的炖肉料 但是其实我知道啊 有一些香料 它不是活性香料 而是剁性香料 简单理解就是它不爱出香味 怎么看呢 这个呢我们就真的有 这个特别合适的香料啊 能够激发这个香料的味道 这个香料是奇发香料的一个引子 可以帮助我们 剁性香料来激发香味 到底是什么呢 咱们往下看啊 开锅之后 这锅一定马上就给它撇干净 你看通过这种方法 炒它完之后 这个非常干净这个肉 即使要说到这个爆炒烹炸 凹溜炖煮 这些我都会 但您要说到熏 我还真有点打鼓 因为我以为这是 比如说必须有一些器具 或者专业的地方才可以做的 这些技法 您今天的意思就是 用家里的食材就能熏出来 没问题 特别简单的食材 家里特别简单的食材 就可以做出烟熏排骨 而且不只是排骨 还可以做烟熏腊肠 腊肉 这些我特别爱吃 都可以 冬天也适合储存 如果你想提前知道 这个烟熏技法的话 现在就拿出手机 请记得到这些耳朵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暖暖的味道 微信公众号 在对话框中输入烟熏 就可以提前获知了 今儿咱做这个熏酱排骨 不用炒糖色 咱也用一种香料来代替 锅里边来点姜片大松 然后把这个香腥料也下锅 就是通过煸炒 可以很好的让它出香 这里边少加上一些黄酱 料酒 酱油 直接加上开水 这会儿咱这里边需要加的就是冰糖 大概有这么30粒左右 调上一些生抽 这汤稍微包一下 让它出一点味道 同样这里边家里有蚝油的话 来上一勺蚝油 来一点老抽 调色 其实这个就是正常的 我们起了一个卤汤 您这都做完一锅汤了 刚才说到的那个香料饮子 还没加进去 这香料饮子马上就登场了 来 你看看 认识吗 这我还真认识 真认识 这也算是一味中药吧 心仪 没错 其实心仪炖猪肉 无论是肘子 是排骨 还是猪蹄 加了咖之后 真的可以去除这猪肉 独有的这种 一种微臭的味道 那为了更好的调色呢 你看今天用什么代替 用红质子 放两颗 这也太简单了 小小两颗扔进去 就不用管了 也不用学炒糖色了 不用 所有的香料都准备好了吗 刚才我跟姜已经放完了 然后还有一个辣椒 然后我准备一些枸杞 放这种小冰糖块 冰糖要放一些 八角有吗 家里 这个 这好像没有 有 有 我这个枸杞放进去吗 不要枸杞 炖肉为什么要放枸杞呢 咱们又不炖汤 那前面我就说 快速的炖熟 那怎么快速 其实真的厨房的用具很重要 就让我给你带来一个神器 这是我们的电压力锅吧 电压力锅 这个容量非常大 一共有五升之多 你看 郝老师拿着这个枪骨 放进去没问题 甚至你拿一支枕鸡 都可以直接放进去 肘子 肘子 没问题 直接将调好的汁加进来 由于这个前面呢 这个酱油还有酱 都有一定的咸度了 所以这个盐呢 我们就酌情添加就行了 可以看到这个按钮 直接合上之后 它自动收缩了 这样就锁死了 哦 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很清晰的这种功能选择 咱给它调到这个 鸡鸭肉的这个档位上 口感选择 开始 这个我们要等多长时间呢 正常呢 我们像这种酱油锅 由于它这个压力 比正常的锅的压力要强 所以呢 炖这个前骨只需要20分钟 20分钟就能做好 20分钟就可以了 那好的 说我这一般多长时间呢 也有这种普通的锅 正常炖的话 这个排骨 我们应该照着80分钟炖 那这样你看我这个酱油锅 确实是时间了 又是20分钟 20分钟就可以 直接省去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对 看着啥不好呢 香菇咱这压力锅压着 这会儿咱也别闲着 家里边或多或少 可能都会有剩饺子皮的时候 这饺子皮和这排骨有什么关系呢 这饺子皮剩下之后千万别浪费 咱给它变成薄饼 然后把这个熏好的这个香菇 把这肉往下一拆 您再配上点葱丝 来点黄黄 再来点面酱 您要想想啊 再来一碗小米粥 这一顿饭 营养也够了 关键是美味 是的 这饺子皮还能变身小卷饼 我们看看怎么弄 来面板上来点薄面 这饺子皮咱给它刷上点油 然后再给它附上一张 附上一张之后呢 把这边给它捏一下 然后再来上一层油 基本上我们就是给它落8张到10张的 这个厚度就可以了 这样比较简单 好嘞 怎么样我们就先给它往边缘去压 然后再开始擀 那这个真的好像烤鸭饼 它出来之后就是一层一层的 这样呢 这个饼给它改成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这蒸锅上汽呢 咱把这个饼直接上锅 大概蒸上五分钟就可以了 几个小饼 一块就能吃饱了 加点肉什么的 是的 但其实我想啊 就算精通厨艺 但其实一个人在外漂泊 父母还是会担心的是不是 肯定会担心呢 因为毕竟年龄大了吧 都35岁了 其实我父母有事也经常跟我说 她说一横啊 你让我们怎么去说你 你平时在工作当中全是女孩 你怎么不能从这几百日当中选一个呢 百里挑一都不行 我跟你说是因为 我会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分得很明细的 我工作当中啊 没有单身不单身这个概念 那还是希望你接下来稍微的放缓一下你的敬业之心 祝你早日收获甜品爱情 把这道特色薰酱排骨做给她吃好不好 好的 谢谢谢谢 饼已经蒸好了 东饼 来看一看 东饼 这么厉害 你看一层一层的 又薄又完整 而且完全不粘连 而且它完全不粘连 而且它完全不粘连 是 排骨时间也到了 断店 咱看看 它这个就是一键放弃 特别生事 是的 我家里有一个我妈经常用刺拉刺拉小 那可恐怖的 也不会像一恒说到的那样特别吓人 对 或者是刺到自己 而且这个放弃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我们在家里真的是应该预备一些 那个厨房的小帮手 解放双手 关键是什么呀 省时间 是的 现在刚刚20分钟 20分钟 我们打开锅盖 看看里面怎么样 找这肉最厚的地方 轻轻一扎 看 真的 这口锅真的是神奇 给我们省了好多事情 省了很长时间 那我们这款电压力锅 也是在短味商城可以买的 你想购买的话 现在就拿出手机 扫买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暖暖的味道 微信公众号 点击进去暖味商城 就可以一键购买了 其实再加鲁炖排骨 可能有一款锅就行了 但是再加做烟熏排骨 怎么做呢 这会儿呢 你看啊 预备一个T 把这个腔骨也好 排骨也好 给它捞起来 直接放在上面 但是好大厨有个问题 做烟熏的时候 如果熏得过了 其实它表面上会干 我们吃起来会特别柴 那我这儿呢有一妙招 一会儿呢给你揭晓 好 保证让你做出这个熏酱 它这个滴味道要好 第二 颜色漂亮 而且还防止它形成那种干的状态 好的 家庭熏酱开始了 你看剩下这个汤啊 咱也别浪费 您这里边弄点豆腐弄点白菜 这又是一个菜 混一锅 没错 您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 其实在秋冬季节 我们最想吃的就是热热乎乎的一锅出 有的时候你要是做炒菜 做了第二个出来 第一个已经凉了 所以说我们暖暖的味道也是特意为您 准备了一个冬季懒人版的一锅端菜 如果你想获得这十道菜的话 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 我们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暖暖的味道 微信公众号 在对话框中输入懒人 就可以领取这个电子书了 来 这会儿我们预备这个锡纸 一层锡纸就可以 然后把它稍微折一下 直接铺在锅底 加锡纸的目的就是什么 防止伤害到锅 所以这会儿就是用家里面最常见的东西 如何让它快速上色 然后还得出香气 来 红糖 是用红糖来熏 对 红糖呢 它有很好的这种上色的效果 而且味道也更加的醇厚 对 另外呢 那它怎么能快速的上色 来 您看看 小米 小米还能让肉上色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小米通过加热之后 它形成这种烟气 它这种黄色是纯天然的这种黄色 太神奇了 还有一样是什么 还有一样就是为了增加它的香气 这里边呢我用了一些花茶 那如果我用换不同的茶 会不会不同的香气 可以啊 红茶 绿茶 铁关烟 都行 都可以 我没想到家庭最常见的三样 小米 红糖和茶叶 就可以自己在家自制烟熏 我回家也一定要试一下 来 把这个锅架上之后 这会儿呢就开火加热 让这个糖呢预热之后 就会形成烟气 现在烟气已经上来了 加盖 让这烟在里边有一个充分的这个循环 我现在还在等我锅这个时候 你们已经开始下一步了 所以说我想买锅 你看这烟气已经上得很浓了 那这会儿呢就可以关火 因为这个锅的余温呢 还可以进一步地 让这个烟气更加浓郁 大概我们在家里熏制 可以灵活掌握时间 如果火开的小一些 咱熏制上五分钟 如果您这个觉得烟熏味过重的话 三分钟也可以 好的 好 时间到 咱看一下这个排骨熏得怎么样 看熏完之后的排骨 颜色会上得更加的透光 是的 而且这个味道很独特 不是那种呛鼻的烟熏味 而是微微带一点那种茶香的感觉 好想吃一块 你看我们熏完的排骨 刚才钟铭问了一个特别 对 还有最后的一步非常关键 对 就是熏完的排骨 怎么能让它保持长时间的 这个油润的状态 不干 那其实这里边呢 咱那还有一个小妙照 不是熏完就可以直接食用的 而要再经过一步 让颜色更好看 而且保持得更加持久 那是什么呢 排骨不脱妆 要十六千代 对 给它加一个定妆喷雾 这个就是特别简单 在上面给它刷上一些香油 刷香油 刷香油 既可以起到增香的效果 同时又可以起到一个保护它 不让它变干 就是必须得放一层油 保持它里面的汁水 而且让外面更加的油润 还增加了一点点香味 好好吃 这烟熏的 烟熏排骨看得真带劲 而且旁边我们刚才做了 那个简易的 饺子皮改装的小饼 我们卷着肉 再卷点蔬菜 再抹点酱 你看我这吃一口多待劲啊 关键是大碗小米粥 大碗小米粥 对 来 那个熏酱香股就做好了